阿南 官有职员 诸类不照 于十方界已获其同 惊涩不沉 发现幽密 此则名为识音区域 若于群照 已获同中 消磨六门 何开成就 见闻通灵 互用清静 十方世界给予身心 如肺流离 内外明彻 明识音尽 诗人则能超越命拙 观其所由 往向虚无颠倒 妄想已为其本 比善男子 就是修行音的这个善男子 他修行这个定力 在行音进了的这个时候 诸世间性幽轻扰动同分生机 诗人挥裂陈系钢牛 所有世间一切十二类众生这个性 幽隐轻轻那个威系的动向 这时十二类众生这个同分的生机 忽然就挥裂了 就破坏了这个深沉 威系的大钢 那个疏牛 总疏的地方 也就是忠有身在互相仇报 夜果交流这种深深的脉络里头 已经因果玄绝 没有了 同分生机的鸡就是那个处 也就是那个地方 疏然也就是忽然 尘系钢牛 尘就是深沉 细是威系 钢就是网的一个大钢 那个大绳 牛 就是身上衣服的钮扣 还有枢牛 总书的地方也叫牛 伍特嘎罗翻译过来叫数数取取 就是生了又生 生了又生 就是那个中有身 又叫有情 我们所有一切有情的众生 活着的这个身都叫中有身 死了就叫中阴身 感应 也就是因果 玄绝 好像在空中忽然间就断了 因为在行音尽了 这个生死已经了了 所以这因果也就断绝了 在这个地方 这是行音终了 时音开始的时候 于自信的涅槃天 已经将要大的凝雾了 要开雾了 好像什么呢 这有一个比方 就好像鸡第一次 第二次爆小的时候 东方还没有白 天还没有亮 没有光呢 现在这第三次 这是最后的鸡鸣 就是最后鸡叫的时候 这时候你向东方顾盼 你向东方看一看 已有金色 金色 就是天将要光的时候了 受音尽的时候 六根无所受了 没有领受 所以就虚了 想音尽了 没有妄想 没有妄想 所以就尽了 所以说六根虚尽 这个时候 这六根也没有所领受 也没有妄想各处跑了 行音尽了 已没有千流变化 行音是千流变化 好像波浪长流不断的 那么现在行音这种威系的动员也没有了 所以就无腹迟疑 哪个地方也都不跑了 这时候 只剩一个时音没有破 以经内也光明 外也光明 因为根尘都断了 六根和六尘合而为异了 也没有根也没有尘 根尘不偶了 既无所缘 所以根尘就不偶了 没有相对的地方 因为没有相对的地方 这时候六根和六尘都互相没有分别了 所以入流也没有所入了 这时候 深深地通达十方这十二类众生 得着生命最初的根源 游序 观察的这种根本的缘由 这时候也不受这十二类众生所招引 他就不能把你牵引动了 不会和这十二类众生再有来往了 这叫诸类不照 与这个十方界已或同体的这种情形和十方界虚空都同体了 这种的精色 即这种智慧不沉默了 最幽隐的 最秘密的 最不容易发现的这种境界也发现了 这个名字 这种境界 这种情形 就是十音的一个区域 在十音的范围领域之内 在这十二类众生的因果一段 已经得到和十二类众生虽然同 可是不为他所照了 和他已经断了来往 断绝和他的轮回 这个时候 六根门头都没有用了 消磨了 可是怎么叫没有用 这个没有用 不是说眼睛不会看 耳朵不会听 鼻子不会闻香 舌头不会肠胃 不是的 是怎么样呢 就是六根互用了 你若把形音破了 就有这种境界现前 六根互用 眼睛虽然是看 但是他又可以听 又可以说话 又可以吃东西 这个耳朵 他以前只能听 现在也可以看了 可以用耳朵来看 可以用鼻子看 可以用嘴看 这六根每一根都有六种的作用 这叫消磨六门 以前这种成像都没有了 和 就是六根合而为一了 开 就是一根能开出六种的作用 这叫和开成就 这个见 闻都是通着的 就好像邻居似的 可以互相帮助 可以出入相有 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 六根互用 而且还是清静的 你说这多微妙啊 到这种境界上 哦 那是很妙的 十方的世界和这个身心 就好像青色的琉璃堡 里边可以明彻到外边 外边又可以明彻到里边 玲珑透体的那么明彻 这个明是阴近 若到这种程度上 这叫什么呢 就是十阴也近了 五阴完全都近了 没有了 你到这种境界上 这是十阴近 若不到 那还没有近呢 若十阴近 这个人就可以超越命拙 王 不是有 所以叫王 就是没有 像 不是没有 就叫像 观看是因所行所作的这个缘由 有 无这种的情形也都虚无缥缈 以这种颠倒的妄想作为得到这种情形 这种境界的根本 etterつy